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早餐清新 希腊酸奶水果碗的阳光早晨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早安 今天我们要聊聊一个既健康又美味的早餐选择 那道早餐不仅能让你一整天 不仅能让你一整天都充满活力 还能让你感受到阳光般的清新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道美食的奥秘吧 首先让我们从希腊酸奶开始说起 希腊酸奶可不是普通的酸奶 它经过了多次过滤 去除了多余的乳清 因此质地更加浓稠 蛋白质含量也更高 这就像是酸奶界的超级英雄 能够给你提供满满的能量和营养 想象一下 古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在思考人生的时候 可能也会来上一碗希腊酸奶 让他的思维更加敏捷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水果 水果可是大自然的甜点 富含维生素 矿物质和抗氧化剂 无论是多汁的草莓 甜美的蓝莓 还是香甜的香蕉 这些水果都能为你的早餐 增添色彩和风味 你知道吗 在古希腊 水果被视为神的馈赠 甚至有些水果还被用来祭祀神明 所以 当你想用这碗水果碗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在接受神的祝福 当然 希腊酸奶水果碗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它的营养价值 还在于它的多样性和创意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加入各种不同的配料 比如蜂蜜 坚果 烟麦片 等等 这就像是为你的早餐 画上一幅美丽的画 Eco都是一种艺术享受 最后 让我们来点幽默的结尾 你知道吗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的 为什么希腊酸奶 总是那么开心 因为它知道自己是早餐界的 希腊神话 所以 当你想用这碗 希腊酸奶水果碗时 不妨也带着微笑 迎接新的一天 总结来说 希腊酸奶水果碗 不仅是一道美味的早餐 更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它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一丝清新和愉悦 希望大家都能在这道美食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阳光早晨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午餐香浓 泰式绿咖喱剂的一国风情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道 让人垂涎三尺的一国美食 泰式绿咖喱剂 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午餐 更是一段充满香料与文化的旅程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道菜背后的故事和风情 首先泰式绿咖喱剂的名字 就已经透露了它的神秘色彩 绿咖喱顾名思义 就是用绿色的香料和食材制成的咖喱 这道菜的灵魂在于它的绿咖喱酱 那可是泰国厨师们的秘密武器 绿咖喱酱的主要成分 包括青辣椒、香茅、南姜、蒜头、青藜叶和罗勒叶等 这些香料混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香气 让人一人就忍不住流口水 泰式绿咖喱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泰国的古代王朝时期 据说当时的泰国皇室非常喜爱这道菜 因为它既有丰富的口感 又能提供充足的营养 绿咖喱鸡的制作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但要做得好 却需要一定的技巧和经验 首先鸡肉要选用新鲜的鸡腿肉 这样才能保证肉质的嫩滑 然后将鸡肉与绿咖喱酱一起煮 让香料的味道充分渗透到鸡肉中 最后再加入椰奶和各种蔬菜 如茄子、青豆和红椒 这样一道色香味俱全的 泰式绿咖喱鸡就完成了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下泰国的椰奶 椰奶在泰国料理中扮演出非常重要的角色 它不仅能增添菜肴的香气 还能让口感更加丰富 泰国的椰奶是用新鲜的椰子制成的 这与我们平时在超市里买到的罐装椰奶 可是大不相同的 泰国的椰奶更加浓郁 带有一种天然的甜味 这也是为什么泰式绿咖喱鸡 能够如此美味的原因之一 当然 泰式绿咖喱鸡的魅力 不仅仅在于它的味道 还在于它所代表的泰国文化 泰国是一个充满热情和活力的国家 这种特质也体现在他们的饮食文化中 泰国人喜欢用各种香料来调味 这不仅能增添菜肴的风味 还能促进食欲 泰式绿咖喱鸡就是这种饮食文化的典型代表 它既有辣味又有甜味 还有一丝酸味 这种复杂的口感让人一吃就难以忘怀 最后我想用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来结束今天的讲座 据说有一次泰国国王邀请了一位外国大使 来品尝泰式绿咖喱鸡 这位大使一开始对这道菜并不感兴趣 因为他觉得绿色的咖喱看起来有些奇怪 然而当他第一口吃下去后 立刻被这道菜的美味所征服 甚至还要求厨师给他打包一些 带回国 从此泰式绿咖喱鸡 在这位大使的国家也变得非常受欢迎 所以同学们 恰此当你们品尝泰式绿咖喱鸡时 不妨想想它背后的这些故事和文化 这样你们会发现这道菜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段充满异国风情的旅程 希望你们都能享受这道美味 并从中体会到泰国文化的魅力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晚餐温暖 奶油南瓜汤的秋日暖意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晚能让你在秋日寒风中 感受到温暖的奶油南瓜汤 这道汤品不仅仅是一道美食 更是一段充满历史和文化的故事 首先让我们从南瓜说起 南瓜原产于美洲早在几千年前 印第安人就已经开始种植和食用南瓜了 当欧洲探险家戈伦布在15世纪末 发现新大陆时 他们也发现了这种橙色的宝藏 南瓜随着戈伦布的船只飘扬过海 来到了欧洲 并迅速成为了当地人餐桌上的新宠 说到奶油南瓜汤 品的诞生其实是厨师们的智慧结晶 南瓜本身味道甜美 但质地较为粗糙 于是聪明的厨师们想到加入奶油 让汤的口感更加丝滑 并且增添了一层浓郁的香气 这样一来 奶油南瓜汤便成为了秋冬季节的经典暖心料理 在法国 奶油南瓜汤被称为Pultrash Diputirno 那道汤品在法国的餐桌上 可是有助举足轻重的地位 法国人对于食物的讲究是出了名的 他们会在汤中加入一点白葡萄酒 让汤的味道更加丰富 想象一下在一个寒冷的秋夜 都在法国乡村的小餐馆里喝上一碗热腾腾的奶油南瓜汤 这种感觉简直是人间天堂 而在美国 奶油南瓜汤则是感恩节餐桌上的常客 每年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美国人会举家团聚 感谢过去一年的收获和祝福南瓜汤作为感恩节大餐的一部分 美国人还会在汤中加入一些肉桂和肉搭入一些肉桂和肉兜蔻 让汤的味道更加温暖和浓郁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故事 据说在17世纪的英国 有一位名叫玛丽的厨娘 她在一次意外中发现了奶油南瓜汤的秘密 当时她正在准备一场盛大的晚宴 却不小心把一罐奶油打翻在了南瓜汤里 玛丽心急如焚 担心这道汤会毁了整场晚宴 然而当她试了一口汤后 惊讶地发现 这意外的组合竟然美味无比 从此 奶油南瓜汤变成为了她的招牌菜 总结来说 奶油南瓜汤不仅仅是一道美味的汤品 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美时空的美食部的 它承载着不同文化的智慧和创意 让我们在每一口汤中 都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和人情的温暖 所以当你在这位秋天喝上一碗奶油南瓜汤时 不妨想想这背后的故事 让这碗汤更加温暖你的心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踏上了美食的奇妙旅程 从希腊的阳光早晨 到泰国的异国风情 最后抵达了秋日的温暖晚餐 回味这些美食 不仅让我们的味蕾得到了满足 更让我们感受到了 不同文化背后的故事和情感 无论是那富含蛋白质的 希腊酸奶水果碗 还是香气肆意的泰式绿咖喱鸡 亦或是让人心暖的奶油南瓜汤 每一道菜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和背后的文化传承 这些美食不仅仅是 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更是我们与世界 与历史交流的一种方式 所以当你下一次 想用这些美味时 不妨带着一颗探索的心 去发现它们背后 更多有趣的故事和知识 也希望大家 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 抽出一点时间 给自己一个美食的享受 让每一天都充满阳光 香气和温暖 好了 今天的美食之旅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下次和大家继续分享更多的美食和故事 记得 生活就像一碗美味的汤 每一口都值得细细品味 再见啦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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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